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维持户股通勁流入6.38亿 深股通勁流出2.60亿 今天我们还请到了要财政券的一股分析师黄泽航 马克马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们先跟马来聊聊今天大盘的情况 今天大盘高开之后呢 很快跳水开始震荡下行的趋势 基本上半天都在平盘线的下方运行 量能方面不过不失 对比昨日呢是有所缩减 那看来2900点呢 户指应该是没有什么支持的力度啊 短期的大盘还能继续看多吗 那么我个人觉得呢 在这个国产会释放一个货币跟财政双宽松的一个信号之后呢 这个大盘啊 应该短期还是为有一个震荡回调 但是呢 还是会往这个3000点 有一个反弹的一个目标位置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3000点呢 主要是因为这个3000点上方啊是前期这个啊 跳空啊往下跌的一个缺口 那么在那里呢 积聚的比较大的一些抛压盘 特别是在这一些权重啊板块里面 嗯 所以这个位置上呢是要啊小心的 那么呃 总体来看呢 今天的量虽然不要昨天持续这个说小 但是呢啊 叫前段日子来看的话呢 还是一个放量的一个趋势啊 那么要关键的留一下我这个量能不能跟上来 那么外围方面呢 这个大家也知道这个特朗普 现在跟欧盟方面好像有一点 有一种这个弹劾的一个继续 达成了协议 对达成一些协议 那么接下来会不会这个掉头啊 然后开始跟这个中国这个贸易方面 有一些新的文章要做的呢 那这一块呢 对我们这个外汇市场上人民币的一个啊 汇率表现呢 又会啊起到一个怎么样的表现呢 那么这一块呢要严防啊 人民币进一步加速下跌 对这个市场来啊 带来的一些短期的一个冲击 这样的一个风险因素 今天早盘呢 其实煤炭股呢 是涨幅涨的比较多的 我们来讲一下板台 盘面上的一个情况啊 那五间收市之前呢 是有所回落 那像刚刚马克这个 他讲到国常会释放了一些 双的宽松的这样的政策 并且呢是释放了很多政策 去刺激基建股的一个上行的空间啊 但是就是说之前几天呢 基建股带动煤炭钢铁等周期股的涨势 回归基本面来看呢 如果说煤价的话 比如说像焦煤六月份的价格呢 其实是钢铁生产的一个比较淡的淡季啊 那么但是说呃 就是说之前一二季度的时候 因为黄宝现产有一些产能 会推迟到二三季度 才得以释放 我们回归基本面来看的话 焦煤的价格走势啊 能否能够就是说延续一个 因为见到其实它一直在跌到 两周前才开始反弹 能否延续这个反弹的趋势呢 好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 焦煤这个这一些个股啊 主要还是跟的是这个钢啊 钢铁这个板块啊 跟着它上上涨 那么但是呢 这个核心的一个逻辑还是比较弱一些 那么这个焦煤啊 因为它啊本身库存呢 也不是消化的这个特别快 那么这个啊 虽然说有这个环保现场的一个支持啊 但是因为这个厂能方面的一些事情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过剩 并且分分的也比较上 那么这一块呢 比较难去支持这个焦煤 焦炭方面进一步的一个上涨 那么更多呢 是在刚才提到这个基建的一个 基建股啊的一些带领之下呢 带动了这个钢铁 从而创造到的这个焦煤方面 那从这个逻辑来看呢 也可以看到 是属于一个逻辑的 比较后端的一些板块 所以这样的一个力度啊 我觉得是比较有限的 那么反倒呢 我们可以来聊一下 这个板块里面的一些动力煤 这个发电煤 没错因为最近其实是夏天啊 是用电的旺季 但是其实我们如果看这个动力煤的期货价格的话 也没有见到说期货价格有走高的情况 反而是不断走低的 是因为电厂的库存比较高 还是其他原因呢 对没错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电厂方面的一个库存啊 是因为前几个月补的比较快 那么现在这个这个时候呢 这个库存也也比较多了 那么可能暂时呢 大家预期啊 这个用电高峰的时候 这个火力发霉还是比较够用 那么加上呢 最近这个各地啊 这个水 这个暴风暴雨天气啊 对 使得这个水力呢 也是啊出的比较快 那么这一块有一定的一个替代作用 啊 那么啊 至于这个煤价方面呢 因为大家不要忽视了 有一个这个肩 这个窗口直导价的一个 长鞋价的一个因素 所以最近呢 也是开启了一个下跌的趋势 但是呢 这个动力煤啊 虽然有一个下跌趋势 但是呢 啊 我觉得不会导致到一个大幅这个降低 啊 那么原因就在于今年这个煤炭方面 发火力煤的一个去场的呢 啊 这方面还是啊 有一个超预期啊 这个目标在里面 那么另外呢 就是一些啊 地区地域性的一个啊 隔得比较远 有时候这个运煤啊 可能会啊 出现一些结构性地方的一个啊 缺供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那么会有一个下行趋势 但是这个趋势呢 那这些这个煤价呢 又会处在一个高位 这样的一个看法 嗯 煤价可能继续是一个高位 但是有一个下行趋势在这里 那对于整一个比如说像发电的板块来说呢 就不知道是不是比较中性的影响了 因为其实呢 如果摘住我们单看电力板块 今天也是一个领涨的表现 那么今天整一个电价 或者说是整一个就电力板块 它领涨的原因 是不是也是跟煤价有关呢 好那么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电力板块一些个股啊 实际上不知不觉已经连续涨了好多天了 都是因为微涨 好那么啊 再看一眼他们的财报呢 发现今年很多这个中报的一个预计啊 啊要么是这个扭亏为盈 要么就是这个同比增速加快 嗯 啊那么这呢 当然跟这个去年整体板块行情不加有关 啊那么跟今年呢 这个上半年发电量超预期的一个相关度也非常高 好那么加上刚才提到这个动力煤有一个下降的趋势 那么啊发电企业里面很多都是火力发电的 那么这部分原料成本呢 可能会啊进一步的一个下降 好那么需求又有 好那么此外呢 啊一些这个可能未来的一些啊 电价的改革啊一些措施会出来 那么这一块一旦放宽的话呢 也是比较利好这个板块里面的啊 一个盈利的一个预期提升 嗯没错 其实18号的时候发盖外也是发布了一个 关于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 进一步完善交易机制的这样的一个通知啊 要加快建立一个基准电价加浮动机制 那有分析就指了可能整体销售的电价呢 是有一个下行的压力在这里的 不过呢对于电厂的盈利来说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在 它盈利会趋向于稳定 那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就这样的一份文件 对于整一个电力板块近期也是起到一个刺激的作用呢 对那么实际上市面上一个电价 偶尔是这个去年是一个发易度电亏 就边发边亏钱的一个情况 那么实际上这个电力价格也不能算太高啊 在这个国内的一个情况 那么一旦有一个市场化的一个吸纳消纳的过程呢 那么想必会有利于这个终端价格啊 进一步的一个合理化 那么这呢本身对于这个板块的一个盈利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振 那么特别是这个估值修复的这一块 今天呢其实呢也是旁边上有另外一则消息 就是央媒啊一些中央的证券时报呢 是报道说下半年有可能央企重组 要继续加码煤炭电力通信化工 以及装备制造等五大领域啊 那么也有分析只说今天 比如说煤炭股跟电力股的涨幅呢 也跟这个央企重组的预期有关 对此你有这么看呢 好那么大家都知道 其实这种重资厂的一个企业 包括电力跟这个煤炭呢 那么这些个股的负债本身会比较高啊 并且这个行业的一个产能 这行业的一个特别是煤炭这一块啊 是一个行业需要集中度提高的一个部门 那么这一块呢未来这些国企改革呢 是有利于促进这样的一些合并啊 兼并啊这个收购啊的一些企业 那么也利于他们的一个效率提高啊 降低这个负债啊等等 好那么特别是在这个电力方面呢 这个去年因为盈利不佳 这个现金流方面肯定是表现很差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们更需要有这样的一些 结构性的一个重组啊 去去去去完善 或者说改善他们的一个负债方面的情况 啊从而呢使得一个盈利预期能够进一步上升 好那么总体来看的话呢 这个电力股啊 今年的一个盈利啊 重估的一个预期啊 我看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烈的一个板块 嗯好的时间也是差不多了 我们先聊到这里 非常感谢忙详尽的分析 上售交过的股份有没有持有呢 啊没有只有的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下午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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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